Hello 大家好 我是菩萨们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 各种被2020的文房巨屋大赏刷屏 作为一个文剧博主 怎么能不跟大家来聊一聊文剧界的盛事呢 其实当我看到这个获奖名单之后 我也是笑了 因为实在有太多东西 是咱们平时分享过无数次了 那么在今年的评选当中 获得最最最最最厉害的那个大奖的呢 就是来自三菱的这一套彩笔 其实我手上是只有这一套五支装的 其实它还有特别多种颜色 试过之后也好几次在视频里面 跟大家推荐过这套笔 当时我还说它带了一个底座 这一点很棒 因为其实彩笔大家见的已经很多了 各种配色什么的 一家比一家多 但是它家在外观上真的下了好大的功夫 不过讲真 虽然我也觉得它是非常棒的一个产品 但是它得了最大奖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惊讶 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 这套笔它全部是0.4粗细的笔头 它设计的是一个比较润的方形的笔身 所以你放在桌上它并不容易滚动 另外它的笔头部分 长得跟之前常见的彩笔不太一样 它不太会说把墨弄到笔头上到处都是 书写出来是0.4的粗细 而且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这整个系列的墨都是防水的 它一整个系列出的颜色非常的多 而且颜色完全不俗套 配得非常好看 而且很有气质 我个人认为 书写起来的感觉真的非常畅快 不同于你平时用到的那些 中性笔圆珠笔的书写的手感都不一样 绘画画的同学也可以用这样的笔去 做一点简单的小画 在你的手帐上都是非常方便的 墨水又防水 买一套还送你一个底座 你又可以把它这样站在那里 整体长得也是赏心悦目 恭喜它获得了这次的大奖 第二个文具 我的天啊 也是最近讲过 起码有两次的一支笔 就是来自日本樱花的这支黄铜笔 它不同于它的前几代 这个已经是第四代了 它的前三代都是单色的中性笔的感觉 而这一代是一支多功能笔 这支笔是获得了 今年的文房居屋大赏的设计大奖 它的整个笔身是你看起来两个部分组成 它有不同颜色的选择 我要的是橄榄绿色配黄铜的笔杆 旋转这支笔的笔身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一共有三个组件组成 第一是黑色的中性笔 非常好写 它的笔尖比较细比较尖 就是给你感觉非常的精确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才好 我觉得用过的人才能体会到 我说的那个感觉 第二个组件是一支0.5的自动铅笔 好实用对不对 第三个组件是一支红色的中性笔 对的 它就是由这样三个部分组成 不同于一般的多功能笔 可能会给你配不同颜色的一些中性笔 或者圆珠笔 这个笔里面它给你配了一支铅笔 我真的觉得太实用了 不过说起来 这支笔真的不便宜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某宝上面找一找 其实想要做到有不同颜色的中性笔和铅笔的组合 并不需要花这么多钱才可以做到 你像一些30等等牌子的模块笔 自己选择不同的模块去组装进笔里面 你也是可以拥有自动铅笔加不同的中性笔的组合的 奈何这支笔就是从内到外都比较高级 所以它的价格就是比较高一点 这样子非常名副其实 获得设计大奖 好 今天要介绍的第三样是获得机能奖 就是功能性尤为厉害的一款 它是来自甘美堂的一个粘贴类的文具 但是它居然长成这样子 你看起来它就不像是一个胶类的东西对不对 我这个其实是我当时它还没有上市 然后去甘美堂去看他们的一个展 现场拿到的一个试用 人家现在货大奖了 我就皮颠皮颠地把它拿出来想要试一下了 首先甘美堂的出的任何东西 我都觉得在审美上是very nice的 这一款也不例外 上面这个烫金的图标有没有 整个做的感觉非常好看 然后它是一个这样纸壳的包装 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要拉这个白色的纸 把你要的这个胶弄到 你看得见的反光的这个地方对吧 然后你就用按印章的方式 在你要粘贴的地方按一下 然后当你把手拿起来的时候 你要的这一块胶就粘到了你要的这个地方 你是不需要剪刀的 你也可以很精确的去控制你要粘贴的地方 这个是有一点点厚度的那种凝胶状的胶体 还蛮有意思的 很有创意的一个设计 而且这个随身鞋带也还比较方便 是薄薄的一块嘛 不像你平时一些双面胶或者什么的 都是比较大的一个 另外据它介绍说 它这个粘出来的胶体的粘性 是可以支持你反复去粘 例如我现在把这张纸粘在这里 你看 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个粘在这里不太好 我是可以轻轻的把它撕下来的 完全没有带到我的纸张 这个胶还在这个地方 所以确实是一个设计的 很用心的粘贴类的产品 前四个大奖里面的最后一个 也就是本次的创意大奖 来自日本品牌seed 它是一块透明的橡皮 穿过这里看到我的手有木有 空体透明的一块橡皮 但是据说擦的依然非常的干净 设计者把它设计成透明的 就是希望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 能更精确的看到 我们要擦的那个地方 你可以透过橡皮看到下面的字迹 精确的掌握你要擦除的部分 现在我用这个橡皮来擦的试一试 擦的真的很干净 我在擦的时候 我真的可以透过透明的橡皮 看到下面的字 所以它可以最大程度上 让你在擦你要擦去的地方的时候 能做到精确无误 还是有一群人在为这些 小到不能再小的细节在努力的 太感人了我的妈 这是这一次的创意大奖 这块来自seed的透明的橡皮 你真别说它的颜值也是杠杠的 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我们进入部门大赏的部分 老师有同学在后台 要我推荐几只自动铅笔 来吧 这就是这次的文房巨大赏的 自动铅笔部门的获奖产品 来自国域的KOKYO MI系列自动铅笔 这个系列的自动铅笔 从外形上不知道大家看起来 眼不眼熟 跟他家的一款非常当红的自动铅笔 长得外形很相似的 也是我之前多次跟大家推荐过的 一款低重性的自动铅笔 这一款应该是它的 比较亲民一点的版本 KOKYO MI系列做了不同的颜色 成熟一点的小姐姐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有没有戳中大家的颜色 这几个颜色我当时一看到之后 我就觉得设计者在设计他们的时候 真的很用心 比如说这个桃红色 它配的是玫瑰金的金属 就这个笔夹和下面都是玫瑰金的 同样这一款绿色 这叫什么绿啊 反正我觉得非常好看 有点猕猴桃那个感觉 也是配的玫瑰金的颜色 配的剩下的三个颜色 都是配的银色的金属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紫色 一个是我手要拿的这一个 有点Tiffany的颜色 它是0.7的粗细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0.5的粗细 我们好像比较少用到粗心的 但是我敢说 你只要试过 你就会爱上 我当时用粗心的自动铅笔 首先也是从国语这里接触到的 我用过他家的0.7 0.9 我记得还有1.3 到后来就是越来越喜欢 用粗心的自动铅笔 因为你在用这个自动铅笔的时候 能从中找到那种 你用木头杆铅笔书写的感觉 它非常接近木头杆铅笔书写的那种畅快的感觉 但是你又拥有这么方便的 出新的这样一个自动铅笔的优势 另外它上面带的这块橡皮 是这种旋转出来的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那种经历 就是你用自动铅笔 上面有一个小盖子 你拔下来之后里面才是橡皮 然后不出三天 那小盖子就不见了 然后你就看着上面光秃秃的橡皮 就心里就很不舒服 就想说那盖子到底要拿一去 然后你强迫症就非常受不了 这个设计就非常贴心 你就没有那个小盖子 然后你又可以通过旋转 让它长出来和退回去 对吧 我就觉得这个不管是从颜值到使用 都非常的棒 再找自动铅笔的同学去看看这个系列 朋友们我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又把这套笔拿出来了 怎么办呢 它又获奖了 我只好又一次把它拿出来了 就最近几个月这套笔出现的 是不是有点太平凡了呢 这套笔来自斑马 它获得了这次文房剧屋大赏的彩笔 这个部门的大奖 这一套笔是粗一点的笔头 我之前有给大家安利过我的这一套的配色 我说特别好看 非常的明艳的感觉 这一套是12色的light组 我还有一套是12色的st的配色 这就是更正一点的这些颜色 12色 这一套是dark组dk 比较深一点 有点莫兰迪那个色系的配色 然后有几只还被丢在桌上 没有找回来 真是 我当时买了这三套 但是似乎没有买全 好像还有 当时我很惊艳 就是它是这种暗洞式的彩笔 我还没有太接触过这种彩笔 然后你按下去的时候 这里会变成一个小红点 你按起来这里就会变黑点 然后也是没有笔夹 不过有做这样一个隐形的 防止它滚落你桌面的这样一个小设计 整体也是走简洁风 可以看到外形也是很讨喜 你们会喜欢这一套一些 还是刚才最先介绍的三菱那一套一些呢 在弹幕和评论里告诉我 我其实个人更喜欢这一套一点 但是怎么讲呢 我也非常的理解 那一套很受大家欢迎 因为它0.4的笔头 然后又防水 对吧 那这一套在书写上面是比较粗一点的 所以更适合你去涂色 像我们手杖档 有时候会去做一些习惯追踪 可能要去涂一点小方块 然后有时候做一点小装饰 就很适合用这套笔 或者你用它去写一点小标题之类的 随便画一下给你们看 它就是常见那种彩笔的头了 其实 就是画起来也是墨迹非常的流畅 而且它墨水出得很匀 这套笔跟刚才三菱的 那个第一个介绍的三菱那套笔 这两款笔出墨都非常的均匀 不会像那样 一下去一大坨 然后后面又稀稀拉拉写不出来 就完全不会的 写起来非常的顺畅 这套笔我也会很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这个可爱的小本子 来自日本品牌Middley 其实之前咱们也介绍过好几次了 它也不是第一次获奖了 那这次又获奖了 可见确实创意非常厉害 那我们简单的再看它一次吧 经常看我视频的 确实是看过 已经重复 看到好几样老熟人了 对吧 这个本子 它乍一看 就跟我们平时常见那种上翻本 是一样的 很多人以为我总是在说上斑本 我讲的是往上翻动的 上翻本 这个上翻本看起来呢 没有什么厉害之处 里面是这样 超级浅的蓝色的小方格 它厉害的地方在于 它的这个整个左边呢 这里有一条封胶 如果我们常画画的同学 你用的那种画画的纸 不是四周会有那种封胶 就是那样一个感觉 那你写完一页之后呢 你就把它从这个边上这样撕下来 翻到后面去就好了 不要小看它 人家就是加了这样一条封胶 人家就得了很多大奖 例如你在外面 户外使用的时候 它不会被风吹的乱飘 你在翻开本子的时候 可以一下就知道 我写到了哪里 因为你下面的 它不会自己散开 而上面你用过的是 一张一张散开的 所以你可以一下子就翻到 你要写的那一页上面去 另外不需要多讲 Middley家的纸张 是他家最厉害 最厉害的一个点 所以纸张也是书写感受 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就是这样一款 看似非常低调 实际上设计上 非常用心的小本子 它有黑色封面 有白色封面 拥有设计小心机的上翻本 它再次获奖了 恭喜恭喜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次的Notebook的大奖 笔记本 活跃本的大奖 我当时一看到 这个获奖的产品 是警工的这款 对折活跃本 我就笑了 我想说of course是它 就是怎么能不是它呢 这真的是一款神奇的产品 我不敢相信 我居然一直都没有 在视频里找到机会 跟大家分享这个产品 那这里呢 有一个像开关一样的地方 我们拨它一下 你会发现你的本子 就这样打开 然后这样打开之后 这个样子就熟悉了 这不就是我们常见的 这个活跃本吗 对不对 你就这样使用它 这就正常的这样书写就好了 写写写写写写 完了之后丢在包里的时候 对折 占地面积减半 这是一个A5尺寸的活跃本 就里面的内心 是A5尺寸的 但是对折之后 直接秒变A6塞进你的小包包里面 是不是很厉害 它们是两边上面 各有四个环 从中间这里对折 也不会影响到它 但是你就是要注意 要用它配的这个内液 去配这样一个本子 我觉得整体来讲 确实是蛮厉害的一个想法 仅供在做收纳 各方面的收纳上 文件夹啊 火页啊 各种 真的很厉害 他们常有这一类的产品获奖 给他们点赞 设计师脑洞太大 其实呢它这里还有给你配一个笔叉 在最后面这里有一个透明的小笔叉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这一款本子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对这个idea感兴趣的同学 自己去某宝上面搜搜看 好不好 哎呀我的天啊 下一个获奖的产品是粘贴类的 来自蜻蜓的这一款PIT AIR 这一款大家应该也眼熟吧 就是我才在上一个视频 才跟大家推荐过的 我说蜻蜓的这一款双面胶 很好用 去买它 我用的这一款呢 是一个限定的封面 还有一个蓝色限定的封面 也特别好看 是他们找了一个什么 艺术家合作的这样一个图案 一共有两个图案 他家的这个 我上次已经夸过了 不好意思 我再重复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它很好用 首先这个开盖子的地方 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你有把它打开 你有把它折到位 当你想要把里面的双面胶 粘贴到你的纸上的时候 它非常的安静 不会发出咔哒咔哒的 很大的声音 同时它又隐约的发出了一个 咔哒咔哒咔哒的声音 让你知道你的胶 正确的涂在了 你要粘的地方 就我之前用过一些双面胶 我涂了之后 我还侧着头去看一看 我的胶到底粘上去没有 有没有粘的完整 但是用这一款的时候就不会 用过的人 你就懂我在讲什么 你非常明确的知道 你把胶涂在了 你想涂的地方 我一月最爱的文具 提到这一款之后 好些同学都去买了 并且私信我说 这个真的非常好用 所以同学们 名人不说暗话 买它 我说实话是没有想到 它居然还有一个 印章的部门大奖 但是当我看到 获奖的那个产品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份的时候 我真的好激动 我的天 就觉得太有缘分了吧 世界上那么多印章 它都是文具主题的 这些小图案 给大家凑近看一下 一看就写我名字了 各种各样的文具 包括它还有手拿着笔 还有这样的一些 就是像打草稿一样的线条什么的 我有时候在日程 我的to do list上面 都会用这样的小图案 印出来是后面这个样子的 透明印章 往往都是这样一个主题 就给你一整版里面 很多个图案 就比那种木头印章 来的性价比较高非常多 木头印章一个 就要人民币几十块钱 这一版的质量很好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这个牌子 不过这一套的图案 确实是很可爱 很好用就是了 它的尺寸也非常好 就这些小小的夹子什么的 你在手帐上面 你贴一个小素材 上面印一个夹子 非常实用 所以这一套 我确实是蛮推荐的 不过我估计 已经到这个部门来讲 可能真的就是文具控 才会去买的吧 霍大奖的这个尺 我还没有开封 讲真的我都忘了 我有这个尺子了 哎呀真的是太不好意思 虽然看着很简单 但是你不得不说 它是有一种美感在里面的 没有吗 这个食物拿着 你会觉得它的品质很好 而且它贴心到什么程度 它的面上是那种透明度非常高的 那种亚克力的质感 然后它的背面 用的是磨砂质感 这样你把它放在纸上的时候 它不容易滑 真的贴心 它最大的特色在于 你有没有看到 它这里有一个槽 这条线一定是画的 笔直笔直的 对吧 然后你发现 它两边都有刻度不说 中间还有这么多条 已经给你设计好了的 平行的横线 所以我完全可以 把我刚才的这条线 重合到其中一条横线上 重合到我尺子已有的 那个横线上 再在凹槽里面画一条线 太方便了吧 我在很多时候 其实自己在手帐上画一些线 我希望它能完全平行 但是我可能就是在那里目测 你知道有的很基础的尺子 它甚至不是透明的 很难去确保 你画出来的直线 一定是平行的 那这个尺子就非常贴心 我也真的觉得 这是一个值得拥有的文具 它的品牌叫这个 其实我之前 好像还没有注意过这个牌子 大家喜欢的可以去找找看 最后我居然有这次的获奖的标签机 我也是服了我自己了 这是来自景工的一款标签机 看看它迷你到什么程度吧 这么小一个小小的 蓝白色的小盒子 真的很漂亮 这个设计超级简洁的 有没有 你里面装上电池 和你需要的胶带之后 拿它连接你的手机上的APP 就可以打出你要的标签 我打了自己的名字 不是妹 然后我设计了旁边这个头像 这个就是它的APP的主界面 你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这个纸 可以选择有不同的颜色 还有不同的设计 还有那种盒纸的 所以打出来会有不同的效果 我现在开机了 这个灯亮了 其实有一瞬间 我都忘了我在录视频 我就自己玩起来了 好长啊 这次制作的 就按这个剪刀的按键 拿出来了 大家好 哈哈哈哈 然后今天的日期 然后我刚才做的这个女孩的头像 怎么样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方便 这个后面是带背胶的 从中间这样看吗 就是蓝色的两条纸 我撕下来之后 我会贴到今天的手帐上的 所以这就是这一次 仅供获奖的这款标签机 超级可爱 超级小 然后你平时在家 比如说你做收纳 不同的抽屉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或者你自己会DIY做一些果酱 做一些什么泡菜 你懂的 你都可以分门别类的 用这个去打出小标签 有各种不同图案的 有不同颜色的 还有不同材质的这个胶带 你都可以去试 看看又是一桌子的好东西 今天的分享非常的开心 以上呢 是我手上有食物的 这次获得了文房巨屋 大赏的这些文具们 其实大家不妨去找 那个完整的获奖的榜单 去看一看 里面还有很多 让人非常长草的 例如有一个钢笔墨水 你们去看一看 你们也会喜欢呢 已经在我的草单上面了 我也物色着想要去尝试上面 更多新奇有意思好玩 颜值又高又有功能性的文具 好 今天的盘点加种草 就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今天看的开心 也请在弹幕和评论里告诉我 今天你种草了哪样文具 一瞬间觉得我也太幸福了吧 在他们还没获奖的时候 我就已经拥有他们了 我真的很有眼光 不要讲了 又膨胀了 今天就先这样 下个视频再见 拜了个拜了朋友们